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张思零 我现在呢 在这个广州的农村里 那很多朋友问啊 你为啥在这个农村里 其实跟我熟悉的朋友啊 应该已经猜到了 没错 我刚去了黄埔军校 可能很多人问你黄埔军校为啥不做一期啊 是这样的 黄埔军校呢 他只能拍照 是不能拍视频的 因为众所周知啊 就是整个的这个黄埔军校的旧址里面 其实是一个大兵营 而且是海军的 他尽头呢 还有军舰 所以说呢 是不可能被允许拍摄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拍照啊 就可以给大家放几张图 这边呢 叫做长州路 往那边呢 就是黄埔军校遗址 也叫军校路啊 然后顺着这条路走呢 能一直走到黄埔军校去 这里是黄埔军校的花图 这边是黄埔军校的一步的时候 唯一不滑 闪到鳍蜜雨里面 英文明显团有点 其实非常喜欢 广州的这种老城区的市井的生活 或者这种广州乡间的生活 因为呢 我为什么要来黄埔军校呢 其实跟我相熟的人呢 其实都知道有什么原因 这里还是我爷爷的母校 所以说呢 我呢 基本上每次来广州啊 我是必来黄埔军校 所以说这个地方来过好多次啊 好多次 然后今天呢 我到了广州 我又来了 广州这种城市的街景啊 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到处呢 都是山啊 很有特色的一个城乡结合部吧 我们叫做 其实每次去黄埔军校游览啊 都会有一种热血澎湃啊 包括有一种这个热烈盈眶的感觉 因为毕竟嘛 对吧 这个地方属于是 我的爷爷 在大几十年前啊 是不是也曾经走过这条路 也曾经在这个村子里啊 留下过一些故事 非常有意思的村子啊 非常有意思的街景啊 这样的市井真的是在北方吧 很难看到 尤其这种湿湿热热的环境下 周边呢 还有山啊 山上呢 还有这么茂密的植物 其实是很少见的啊 这里面的这些市镇非常的旧 但是旧有旧的好处 我这个人啊 有一个偏见 我不喜欢去新的地方 因为去新的地方呢 我始终感觉 那个虽然说是非常漂亮 但是并没有那一丝味道在里面 旧的地方呢 虽然说它非常的旧 但是非常有生活气息 大家看一下这种典型的江南小镇啊 典型的江南的这种 广州的这种小巷 我觉得这才是生活 其实我很愿意 就是在这些地方啊 找一个房子 然后在中老的这种地方啊 永远吃个肠粉啊 吃个牛肉和粉啊 就这么着过一辈子 其实也挺开心 是吧 尤其是这种 错落有致的这种楼房啊 看起来真的是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其实我个人觉得城中村啊 有的时候呢 比很多的这种啊 这种叫什么啊 纯农村 其实更有味道 尤其是像南方这种江边的这种村子 哎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种村子啊 除了气候我受不了 别的我都能受得了 但是不得不说 我这次来广州啊 其实比上一次要舒服很多 为什么呢 啊 很多人说广州这么湿热 你怎么受得了呢 其实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现在生活在一个比广州还要湿热的地方 那地方叫佛里达啊 而且气候跟广州贼像 所以说待了这么多年 我已经非常的习惯了这个气候啊 然后呢 我现在已经非常的享受这种气候了啊 所以说我个人现在为止已经是满血状态啊 没有人再能够阻止我啊 来这么湿热的地方 其实以前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个纯北方人啊 看来血液里的南方基因已经开始被开发出来了啊 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哇 这种农村真的是好有意思 门口这种五金店 其实在中国北方啊 也有很多这样的村子 但是由于没有那么湿热啊 啊 也没有那么多的树木 北方的农村呢 或者说北方的城东村呢 总是感觉起来破破旧旧的 跟这个破破旧旧有一拼 但是呢 总是少一分韵味在里面啊 这里其实连电动车都没有那么多 很多的人呢 依旧在骑自行车 或者电动自行车 然后进行通勤 然后到了那边江边以后啊 还会有一个轮渡啊 然后呢 这个轮渡会跑到啊 很南边很南边的地方 那由于呢 就是我来的这一次啊 园区里面的工作人员说 那只准拍照啊 不准拍摄 那咱们呢 必然就按照严格按照人家的规定 对吧 然后我会把我拍的照片啊 可以po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也都是一些公开 供游客参观的地方啊 然后呢 会贴到这些视频里 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 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 其实这些地方 我都看过好多次了 比如说这个 大家开会的地方啊 那个茶水的摆放 那个桌子摆放 包括这个以前的越南史是什么样 包括学生的宿舍是什么样 尤其是看到学生宿舍的时候 哎呦我在想当年的这些学生啊 真是挺有意思啊 其实你要知道当年是没空调的啊 在这些地方 虽然说黄埔京校的待遇已经是非常的好了 但是呢 哎 仍旧是给人的感觉 仍旧是你说在一个没有空调 这么湿热的地方啊 然后去生活又在江边 那你说如果一旦下暴雨的时候 景自然说非常美啊 但是考了你受不了啊 是吧 而且这儿呢 其实骑单车 我感觉可能会更有感觉啊 啊 你看街上 其实很多 有电动车的 有单车的 还是比较多的啊 还有从南翔毕业的伙计们 其实看到这儿啊 我还有一个疑问 当时啊 黄埔京校的学生 到底吃的怎么样 其实这个呢 我是略有耳闻的 黄埔京校作为当时 全国条件最好的学校之一吧 当时我听说啊 这只是听说的啊 但是口述人呢啊 是我爷爷啊 这个亲耳听到的人呢 是我啊 我啊 据我爷爷说啊 当时他们的训练 是每周要进行一次炮兵训练 因为他是步兵科 所以说他每周要进行一次炮兵训练 但是他说每周好像只能 就进行炮兵训练的时候 只能打六发炮弹 还是四发炮弹 还是多少发炮弹 还是四十发 忘了啊 他说这个已经是当时 能进行的最大程度的炮兵训练啊 但是其实相比于当时的日均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啊 然后我还听我爷爷讲啊 他们说几乎是顿顿有肉 那你想啊 如果几乎是顿顿有肉的话 那这个条件就相当不错了 尤其当时中国那么一个鸡贫鸡肉的状态 对不对 在那样一个地方 能做到每天都有肉吃 我个人认为也是他这个当时 说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吧 或者条件最好的学校之一的一个有利的保障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其实包括到现在啊 各国军队吃的怎么样 也是大家其实特别关心的一个地方之一 经常还有一些军迷啊 我看还在网上 还会拍一些二战时期的战备军粮啊 就是其实那个我是挺喜欢的那种视频 说不定以后我喜欢的话 我也会做几期给大家啊 其实我吃过美军的那个战备军粮 和吃过德军的那个战备军粮 但是讲实话 当时真的是口味不打地 不太好吃 前面就是东征烈石墓跟北伐纪念碑 广州啊 在我印象中还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个摇篮 包括武汉啊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在近代历史上 广州一直扮演着非常举足轻重的角色 那么广州呢 其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啊 一直就是真正的南中国的中心吧 虽然说现在深圳啊 这样比广州更加的好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行政地位上 或者从在大家心中重要的位置上 深圳应该是代替不了广州的 广州啊 其实它作为整个中国 南中国啊 其实除了上海啊 就是整个南中国的这个中心之一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种啊 代表意义 或者有一种这种精神意义在里面呢 这个是深圳怎么样也取代不了的 然后我举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 就拿洛阳来举个例子 当然洛阳不能跟广州比啊 我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洛阳 它就算是个三线城市 虽然说它算三线强啊 就算在现在全国没落的GDP 已经掉到第40多名了 那它也是全中国一个 必须有地铁 必须有高铁 必须有机场 三维一起的城市 也必须是一个古都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中国两个字的来人 那个是中华文明精神的象征 所以说有些城市啊 GDP是一方面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 是你要看它的代表的意义 而洛阳这种城市来的人啊 其实应该非常能理解 广州这样一个城市 在中国近代史上代表了什么 这边呢就是绩效 我就不拍了 我往回走了 我也准备这个坐车离开了 说句实话啊 这周边真的是非常的热 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在热带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啊 但仍就是感觉在这个地方生活 还是非常不容易啊 哎 杯湿水热吧 如果说是啊 不能够经常的开空调的话 还是非常的难受啊 其实我这个人不太愿意去超级市场啊 或者这些地方 我更愿意来这种市井的小摊啊 哎 这种市井的街区啊 啊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那行 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再给大家拍吧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